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的惊悚恐怖电影《隐形人》 电影开始时,女主正精心策划一场出逃 原因是她在新交了一个男朋友后,发现对方是个控制狂 不管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总要变态地控制自己 这天女主忍无可忍,用安定片将男主迷晕之后逃了出来 女主还没来得及做出对策,又有接二连三的怪事发生 首先是不知何人用她的邮箱给姐姐发了恶毒的绝交信 姐姐从此拒绝与女主来往 其次是当女主与大黑女儿谈心时,忽然有一股未知的力量打倒女孩 大接二连三的变故让女主伤心欲绝 女主突然灵光一线试图拨打男友的手机 阁楼上传来声声音乐 她爬上阁楼,发现男友手机就在上面 这里面有女主昨晚掀床单的照片 随后手机传来一条简讯surprise 女主隐隐不安,总觉得楼梯口有什么 她随手破下一桶油漆,竟出现一个人的轮廓 女主与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争斗一番后 她更确信,这一切都是男友搞的鬼 她打车回到了男友的家 发现了男友研发的隐身衣 隐身衣共有两件,这一件是备用的 女主将备用隐身衣藏了起来 晚上约姐姐到餐厅见面 将自己的想法猜测都告诉姐姐 不料女主就被送进了监狱里 在关押期间,她意外得知自己居然怀孕了 女主有点懵圈 和男友在一起时,她一直有做防护措施 原来男友早就偷偷地将她的药给换掉了 没过多久,男友哥哥和女主见面 她表示,只要女主和男友好好过日子 男友的折磨就会停止 而她的杀人罪行也因此约男友见一次面 见面地点正是男友住处 在与男友吃饭时趁着上洗手间的机会 她穿上了那套备用的隐身衣 走到男友身后,抓住男友拿着参刀的手抹向她自己的脖子 本篇结尾时,女主一脸坚毅地走向远方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